食管癌益检查就是晚期 三个症状其实早就在提醒 不少人都忽略了 吃饭是人生大事 对于自诩为吃货的张先生来说 更是如此 但最近张先生吃东西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从两个月前开始 张先生吃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吞咽困难 老感觉有什么东西堵着 最近这个情况越发严重 连喝粥都难以下咽 意识到不对劲的张先生来到医院 发现食管处存在种物 并离检查为食管癌 需要立刻进行治疗 说起食管癌 不少人或许感觉有点陌生 食管也会得癌症 但事实上食管癌并不遥远 是具有中国特色得癌症 一柳叶刀全球一半食管癌在中国 2020年 著名期刊柳叶刀 胃肠病和肝病学上发表过一项 涉及全球195个国家地区 食管癌发病率 死亡率 以及可归因风险因素等的统计研究 研究发现 2017年全球食管癌新发病例 四十七点三万例 死亡四十三点六万例 其中我国的发病和死亡病例分别为二十三点五万 二十一点三万 接近一半的数值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科阳教授表示 食管癌是中国高发的肿瘤之一 虽然近年来我国食管癌发病率有缓慢降低趋势 但因为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很大 总体带来的疾病负担依旧很重 科阳教授还表示 我国的食管癌有两大特点 一是食管肿瘤有两种 包括有限细胞癌 磷状细胞癌 我国90%的食管癌患者为磷状上皮癌 二是我国食管癌有高发地区 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沿太行山一带 福建福州以及广东汕头 四川也有小部分高发人群 二、为何食管癌如此偏爱国人 食管内壁上有一层脆弱的黏膜 很容易受到伤害 当黏膜的上皮组织发生癌变时 就会发生食管癌 这与人们日常的不良饮食习惯密不可分 一、高温食物趁热吃 趁热吃是很多人爱做的事情 但我们的食管黏膜 所能耐受的最高温度为40到50 一旦食物温度大于65摄氏度 就可能会造成食管黏膜损伤、溃烂 本身食管黏膜具有修复功能 但长期反复的烫伤 容易让其在修复过程中出现细胞复制异常 诱发癌症 二、经常吃腌制品 腌制类食物内有大量的亚硝酸成分 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会与蛋白分解物结合 生成亚硝岸类 而亚硝岸类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会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 三、抽烟、喝酒 吸烟饮酒都会刺激到食管黏膜 尤其是高度白酒 给食管黏膜带来的伤害更明显 而吸烟时 烟草内的有害物质会随助唾液进入到食管 会增加食管的癌变风险 四、吃饭太快太急 吃饭速度过快就无法充分咀嚼食物 粗糙的食物下咽时 很容易导致食管黏膜上皮损伤 诱发急性炎症 久而久之可能会转变为慢性炎症 增加癌症风险 三、保护食管 牢牢记住四个度 食管癌刚发病时很隐匿 等到了确诊的时候 往往到了中晚期 大多数患者在刚开始一般没有典型的表现 甚至还会将食管癌早期症状误认为是咽炎 从而耽误了治疗 事实上 食管癌的症状与咽炎有所不同 会进行性加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明显的异物感 哪怕没有吞咽 也能感觉到食管有东西卡在那 往往患处与病灶位置一致 二是吞咽逐渐变得困难 随助病灶变大 在吞咽时会明显感觉到越来越难以下咽 吃肩硬食物时更加明显 三是吞咽疼痛 后期在吞咽时会有疼痛感 不进食时会有所缓解 但疼痛感会一直存在 想要呵护食管要从日常饮食下手 从入口处减少伤害 这四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一温度 十四时摄氏度 我们的食管粘膜是很柔嫩的 日常进食要注意以温热的食物为主 温度保持在十到四时即可 二浓度尝试低浓度饮食 日常要尽量少吃高盐食物 浓茶以及饮酒 这些食物进入体内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刺激 很容易造成食管粘膜损伤 三硬度别总吃太硬的食物 过硬的食物会增加食管粘膜的摩擦 容易引起食管粘膜损伤 尤其是食管内的狭展处 更容易损伤 四、速度 每口嚼20到25次 充分咀嚼可以让食物变柔软 在下咽时不容易给食管粘膜带来机械损伤 对保护食管健康有很大好处 食管癌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想要预防它 在饮食方面就要多加注意 另一方面 高危人群要做好筛查工作 定期检查 防患于未然 感谢观看